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我們慕喜花藝工作室的蔡佳恩 我們的老師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歡迎 謝謝謝謝 好 那我們也想說就是江老師 因為其實啊 看到花藝很快都可以聯想到就是鮮花或是花樹 那你可以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們的服務項目或是產品有哪一些嗎 好 我們的話主要以客製化為主 然後並且是用永生花下去做客製化 那永生花的話 它就是真的花讓藥水去取代它原本的水分 去延長它的花期 所以一般永生花可以放3到5年以上 是真的花 它可以做出 而且因為永生花的顏色很多 可以做出不同的場合 不同搭配 去適應各種環境 那它是真花的同時 它也可以存放的很久 所以它我們又可以做客製化的項目的話 我們又可以搭配你的故事 你想要做的變化去做出你想要的成品 嗯嗯嗯嗯 了解 那很棒耶 那老師我想問一下你們 除了有生花 你們也有就是做鮮花的服務嗎 鮮花的話是以大型廠部為主 就是如果有大型的婚禮佈置 嗯 或是店家要做網美牆啊 那些之類的 可能會有用鮮花 或者是用人造花也有 然後主要 但是主要還是以大型鮮花為主 不是只有牆上 或者是場地佈置這些 還有像地面上的佈置 我們都有在做 鮮花類的 主要是鮮花類的 了解 那就是跟一些花式一起配合這樣子 嗯 了解 那你們的永生花 你們只有賣在地嗎 還是全台灣你們都可以做宅配寄送呢 永生花的話可以寄喔 所以其實全台灣都可以寄送 是 所以如果喜歡老師的作品的話 那也都可以就是找老師這邊來 就是幫你們做客製化的服務對不對 嗯 那老師我想問一下 你們也有在接就是 在全台灣都可以接活動嗎 對 就是教學的活動 不管是百貨公司要教學 或者是公司行號啊 他要開手作課程 我們全部都有在接 就是 可是我們就是先提早 預定一個時間呢 安排我們活動項目要做哪些事情 這樣子 全台灣都有在跑 是 所以有客製花的永生花服務 大型鮮花的廠戶 然後或者是課程的教學 就是企業的啊 或者是社團的活動教學 活動教學或是活動都可以找老師 對 好 那老師我們也想要了解就是說 當初呢 在你創業的時候 因為木洗聽起來真的蠻喜氣的 真的 那時候為什麼會想要取名叫做木洗呢 有沒有特別的意義呢 木洗兩個字拆開來看就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木頭的木 然後兩個洗 對 兩個洗加起來這個字這麼複雜 但是木頭的木這個字這麼簡單 我一開始想穿搭的就是只是 木洗兩個字它只是要告訴你一個很簡單的很平常的簡單的幸福 對 好深的意念喔 好深的概念喔 就是一個複雜一個簡單 所以要告訴你是簡單的幸福 是 但我覺得也是一個 你也上次說就是在你這裡的話 就是可以感 可以 從你的手中都可以接到這種簡單的幸福 我覺得這才是正難難可貴的 嗯 真的 那我相信老師因為剛剛也有提到就是說 你們有在販售客製化還有教學 那這麼的專業 是不是你在之前你都是 創業之前 你一直都是在花藝這個行業呢 其實我原本沒有在做花藝的行業 是在其他的公司上班 就像一般朝九晚五啊 然後一到五工作 平常日工作 然後我是假日才會有時間 就是做花藝手作類的東西 然後 自己 某一天也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想說我覺得我東西好像也可以拿來賣 然後我就跑去參加報名市集 然後把我作品拿出來賣 然後 在 就是在市集上面跟客人接觸的過程中 從他們身上得到的回饋 他們說我的東西好看真的很漂亮 甚至到後面會來加我的line 然後問我有沒有粉專 我就覺得 欸這個東西 我越做越好了 這感覺 而且是被別人給正向的回饋 然後有感動到我自己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是我可以堅持下去 而且又是我喜歡的 因為一開始我不是被逼著要去做這件事情 而是我主動的想要去學花 想做做看 才進階到商業 進階到商業是後面的行為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它本身就是從我的興趣出發 我就可以把它做的長久 所以我後來主業 我離開我的主業之後 才會來選擇做花椅 是 我覺得這就是你的興趣 然後甚至我覺得還有另外一點是 你喜歡看到他們 因為這個花束開心 或是幸福 我覺得它對你來說 會是一個很開心的成就感 對不對 對 別人的反應跟它的回饋 其實對我來講就是很大的成就 也是推動著你繼續前進的動力 對 但我也相信就是創業維艱這件事情 像你後來離開了原本的事業之後 開始創業 你是先用什麼方式呢 那在過程當中我們遇到什麼樣 讓你印象深刻的挫折 印象深刻的挫折 就例如像是我在進入 不是那麼熟悉的領域 像是百貨場我第一次接觸的時候 可能我會遇到很多新的問題冒出來 就是什麼客群的不同 所以我要搭配不一樣的陳列 不一樣的擺設 但是這都是 當時對當時的我來講 都是第一次遇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它是我遇到的問題裡面 當時最難解決的事情 當然我們到現在已經是不覺得 就是現在的話我們該做什麼 就是知道該去做 那我覺得 其實我們一開始遇到這些 我在遇到這個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問題的時候 重點在於就是 立刻馬上去面對這個問題 然後找出解決的方式 不要拖延 完全不要去拖延它 然後因為事情它會隨著拖延而 越來越嚴重 所以如果我們一開始就 遇到問題就去解決的話 它其實就是可以在 還在很小很小的範圍內 就讓我們把它處理掉 嗯 嗯 才不會有後續 因為可能它越來越滾越大 然後再加進新的煩惱 然後它就變成一個大雪球 反而這幾個沒辦法處理 還要拖著別人一起來處理 原本小問題之後都變成大問題 對 它真的很麻煩 如果問題的話 就是說不要自我內耗 嗯 確實沒錯 創業者最容易內耗 初期的時候 不要否定自己 不要否定自己 你要相信自己可以 處理掉這個問題 然後也要相信自己做得到 因為當初會創業 就是因為我的客人 一直肯定我 他們都相信我可以做得到 為什麼我要自己否定自己 當然這也是很多創業者 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這個心 它的心會隨著就是 自我否定跟肯定之間在不斷拿扯 但是一定要相信自己做得到 嗯 沒錯 那想問一下 因為現在慕喜 現在已經幾年的時間了 目前已經三年了 哇 三年的時間 你覺得慕喜跟這麼 其他的競爭者當中 或同行之中 你們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我們最大的優勢當然就是 我們配合度很高 不只是做花束的客製化而已 包括我們接公司啊 接醫院活動啊 的配合度都很高 能夠全台灣跑透透吧 然後可以依照你想要的預算去製作 你想要的花色 然後也可以依照你的 你送禮的用意跟他的故事 下去做不同的異材質搭配 像可能裡面加是蝴蝶 裡面加個珍珠 想要送媽媽 像媽媽可能特別喜歡糖果 或者是一些繽紛的感覺 想要喜歡獨角獸 我們就在花束上面多加一些不同的裝飾 所以我們的優勢 我們最大的優勢其實就是不會像 不會像我們 就是很常看到的 一般商品都會有不同的 不同顏色但是同樣的配置 然後一直一個複製一個 一個複製一個 我們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花束可以從粉磚上面的 我的作品頁來看 幾乎是不會重複的 所以每一個東西都是獨一無二 也只專屬於我的客人 對 所以我的客人說 如果我不要老闆不行 你不能不要 因為這個我只賣給你 而且只有你可以拿 對 真的 對 那我覺得其實 就是 在於應該怎麼講 我覺得你們會喜歡這件事情 是因為你們喜歡看到客人身上的 那種回饋 跟那種滿意的效果 對 就是我自己的 滿足 我的成就感跟滿足的點 是來自於我的客人 跟我的客人要送給他的對象 對 而且你們是有帶送的服務啊 有 有帶送服務 所以有時候可以很直接的 就是 當在 在第一個 時間點 對 在第一時間看到對方的反應 所以有時候還 還有人很快叫我錄下來 他叫我錄下來 那有沒有一些客人給你的回饋 是你印象很深刻 讓你覺得很感動的 像我曾經有做過一個客人 他是要請我做夜燈 然後他是要送他的朋友結婚的 那我把燈做完之後 把他整理得很漂亮 然後連銅禮盒提帶 一起給我的客人 讓我的客人可以送給他的朋友 那他朋友 他的朋友那個時候 其實他朋友那個時候在婚殺 就是直接在婚殺公司裡面 還在洽談嗎 有的沒的那些事情處理的時候 他剛好到那邊 然後就在現場把東西打開 然後當時候連 不是只有新娘本身 然後連同旁邊婚殺公司的人都說 這個東西怎麼這麼漂亮 然後我的客人那個時候 因為我是已經把他 雖然我有拍照片先回傳給他 但是那個時候是他第一次 實際看到那個東西拆開來 就是把禮盒拆開來之後的樣子 然後他也跟我講說 我不知道他這麼漂亮 連我自己都覺得好喜歡 我想送人 這是他客製化的嗎 這是他客製化的 然後雖然不知道這麼漂亮 這是你設計的啊 可是你 這就是你要送他的東西 你的心意啊 他說我不知道這麼漂亮 我不想送 那下次再做一個給自己啊 所以他後來其實有幫 他後來除了自己訂之外 他後來的客人 應該說客人他要送其他的 品項的開幕的 或是送其他 像立處的新居落成啊 退休的他也都會來跑來找我 就是請我幫他做 然後他自己也介紹很多客人來給我 就是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我接到這個新的客人來說 因為誰誰誰介紹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哇 很感動 哇 那個很感動 那種感覺真的很不錯 嗯 很有成就感啊 真的 我覺得相信這些回饋都是一直 支持你前進的動力 甚至也會讓你再回想這三年期間 你從零到現在開始創業穩定 一定也都是會覺得 我好像做這些事情都值得的 對不對 嗯 對 那我想要問一下 因為其實你現在的花藝 也一直都很成熟穩定 客藝也很成熟穩定 而且很多的人都很喜歡你的作品 那麼你接下來對於就是木喜花藝啊 有沒有什麼進一步的短中長期的規劃呢 短程的話其實我已經做到一個段落 因為我前幾年的時間 一直都在市集上面啊 不管是接案市集 或者是 只要任何曝光的場合 我就是一直在推廣永生花的部分 因為在南部的話 永生花其實還不是那麼普遍 也很常被認錯花 就覺得說那是假花 對對對 所以我前三年 就是一直很努力的在推廣永生花 然後跟一般人介紹永生花是什麼 那到了一定的 我最近的感覺是很慢慢的成熟之後 有很多人他們 我問說你知道什麼是永生花的時候 他們都說我大概知道 那時候我就覺得我可以進入中期 我開始開一些手作課程 然後可以小朋友的 一開始的梅桿養成 到可能像上班族他們想要假日的時候 可以做個手作東西來紓壓 或者是到大型的廠商 他們接案啊 然後我到現場教學 再更大一點的話 就是中期的規劃大部分都是以教學為主 再更大一點就是 像有些人他想要做花藝來創業 所以我可以開個創業班 中期的話目前是這樣 當然到了最後長期的部分的話 我希望我是已經建立全台灣的人的美感 到了一個程度之後 讓花它可以很普遍的出現在每個人的家裡 你們都想像一下 你回到家 桌上有一朵花很正常 就是桌上可能餐桌上有花瓶啊 辦公桌上有一朵小花 每天去經過花店的時候 像買花就跟買飲料一樣 稀鬆平常 它這個美感的感覺 一直都圍繞在我們生活當中的時候 它就我們的國人的美感程度 就到了一個水平 那我就可以去請一些海外的老師 來開班授課啊 來去傳就是去教 我們想要學不同國家的花藝的那種 美感設計的課的時候 不用特地大老遠跑到日本 跑到韓國 跑到美國不用 他可以來台灣 甚至我自己來開海外分校 都可以來上課這樣子 而且還是可以發徵兆的 嗯 理解 所以真的要做蠻大量 你這個要做很大量的曝光 因為如果你要提升的是 國人的花藝美感的話 我倒覺得你可能可以先 從喜歡花藝族群的 來先著手 要不然到很多家庭都要有 慢慢來 慢慢來 真的好需要好大量的 但是要腳踏實地的就是 一步一步來 把它做到很確實 可以先從喜歡的先去 讓他們可以知道這樣子 對 然後慢慢一個 一點一點的去影響 對 是 那像你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你還滿願意開班 授課給 未來想要做這樣花藝的 創業的年輕人 那你會有什麼樣的建議 跟見解想要給他們呢 關於創業這件事的話 就像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不要內耗 不要否定自己 然後一直肯定 keep going下去 然後再來就是要持續學習 真的一定要持續學習 就是除了不管是你專業領域 你要一直學新的東西之外 AI出來學新的AI的使用方式啊 或者是身為一個創業的人 一定要能夠去秀到新的東西 然後去學習 就像我剛剛舉例的 像假設AI好了 AI他不會去淘汰 AI他不會去淘汰人 他只會去淘汰不會用的人嘛 對啊 所以我們就是 創業者他本身的型態要有 本身基本的 就要有持續學習的這個素質在 沒錯 所以我真的覺得就是 像剛剛我們的那個 佳恩老師有提到的就是 其實真的不要去 內耗吧 嗯 然後我覺得也是相信自己 那其實你就是keep going 然後 就是持續的走 然後持續的學習 然後一定就是 就是不管時代怎麼樣的變化 你的價值都不會被變 對 沒錯 是 好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謝我們的 木喜花怡的蔡佳恩老師 來到我們的人物專訪 謝謝